轮胎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 也是影响汽车安全和效率的关键部件之一 但如何制造用于道路和赛道的完美轮胎呢? 一个完美的轮胎需要100种成分 15个制造步骤 还要在高科技实验室进行50多项性能测试 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无瑕 只有这样它才能踏上全球各地的大街小巷 今天就走进意大利最大的轮胎制造工厂 一睹贝奈利P0系列轮胎的生产过程 意大利的都灵 这里是世界著名轮胎制造商贝奈利的生产工厂所在地 每天有1200名工人在这里制造成千上万个高性能轮胎 用于普通的道路行驶和一级方程式赛车 这是一款能够经受最严峻挑战的轮胎 受到世界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和赛车手的信赖 它不仅是一个橡胶轮胎 也是一款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高科技产品 涉及大约100种原材料 被加工成大约8个组成部分 一切都始于都灵的这座工厂 P0系列轮胎的起始便诞生于I号楼 早上8点 第一批卡车会送来制造世界级轮胎的原材料 最重要的成分是天然橡胶 这种基本原料大约有130多年的历史 全球橡胶总产量的约70%都用于轮胎制造 天然橡胶是由从橡胶树上采集的液体胶乳制成 它们主要生长在赤道周围所谓的橡胶带上 这家工厂的轮胎大多来于印尼等地 胶料的质量和品种 对未来胶料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天然橡胶具有高度的温度敏感性 冷时坚硬如实 暖时柔软粘稠 这并不是制造轮胎的理想性能 生产后期的一个关键步骤 是将这些粘性物质转化为弹性橡胶 这对轮胎制造至关重要 但并不是所有橡胶都是一样的 因根据轮胎的类型使用不同类型的橡胶 实验室制造的橡胶也是如此 白色合成橡胶的优点是 其性能可在实验室中根据胶料最终用途进行具体设计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创造完美的轮胎 无论是用于公路还是赛场上 并在三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特性之间实现最佳折中 那就是低滚动阻力 强抓地力和低磨损 轮胎生产的秘密还在于其他成分 那就是精确剂量的填料抗氧化剂 增速剂和固化剂混合物 这些材料包括油、树枝和碳黑 只有在它们的帮助下 才可能在单个轮胎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特性 在任何天气条件下获得最大抓地力 同时将滚动阻力和磨损降至最低 所有原材料都必须在工厂实验室进行分析 任何劣质原料都将危及最终产品的质量 这里有30名员工分三班工作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确保成千上万个轮胎的质量 碳黑可以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 实验室技术人员使用点溶液来评估其表面结构 从而评估其功效 在这里它们每个月要进行两万次实验室测试 以确保轮胎在道路上的最大性能 经过测试的原材料在I号楼才会继续它们的旅程 汽车轮胎是一种复杂的高科技产品 有许多单独的层 内衬层气密层也就是以前的内胎 在胎体中与编织的纺织纤维结合形成轮胎的主体 钢丝嵌入橡胶形成钢带 最外层也就是与路面接触的胎面 决定了轮胎的抓地力 数十种不同原料成分只有完美混合 才能制成轮胎所需的橡胶 一台装有内部滚筒的巨型机器 将原料混合成均匀的质量 在超过150摄氏度的温度下持续几分钟 但完美的制造工艺 只是被耐力轮胎成功秘诀的一半 另一半则是劳动力 沃尔特塞伊塔已经在这家工厂工作了25年 沃尔特的任务就是制造完美的橡胶 问题是如果胶料太软 轮胎会抓地力很好 但磨损就太快 胶料较硬 轮胎使用寿命会长 但控制力较弱 这就是为什么它需要的不只是一种化合物 轮胎的不同部位需要多达十种不同的橡胶化合物 接下来这些做好的各种橡胶化合物 来到工厂的壁号楼继续它们的旅程 这里是制造被耐力批菱形轮胎各个部件的地方 同时也是制造胎面图案的地方 首先将橡胶板制成胎面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用到的这种挤出机是一种主要由计算机控制 将橡胶化合物转变成胎面的机器 橡胶被加热到大约100摄氏度 使其具有延展性 然后内部螺钉会将橡胶推动到模具内 工人在这台50米长的机器里监控各种工序 只有当所有的工序都完美和谐的配合时 挤出机才能产出理想的胎面 从而创造出最大抓地力和最小滚动阻力的神奇组合 挤出机将橡胶化合物混练成单一胎面 为了追踪哪些化合物在哪个胎面上 每个化合物都被分配了一个编号 到此制造过程的第一阶段已完成 百米长的胎面很快将成为终极汽车轮胎的一部分 这些胎面性能的好坏则在140公里外的米兰不断被改进 这里就是被耐力轮胎的研发部门总部 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1900名工程师 致力于优化流程 这也使得他们每年在研究上的花费超过2亿欧元 其中胎面也是研发部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台机器可以帮助团队开发或改进轮胎胎面 首先激光在白色轮胎上烧出黑线 这些黑线就是以后胎面沟槽的位置 在胎面花纹方面也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冲突 为了在干燥的路面上实现良好的转弯和刹车特性 接触面需要尽可能大 但为了实现最佳水排量 防止出现飘滑现象 情况则正好相反 因此胎面设计需包含三个元素 那就是具有宽阔的纵向沟槽可快速排水 二是胎面增加S型设计 增加关键制动时的安全性 以及中央三条类条形花纹 以此提高高速时的制动和牵引力 下一步不是依靠技术而是依靠工艺 他们借助各种宽度的专用工具完成胎面样品 切割轮胎胎面可能要花上20个工时 手工制作原型的优点是 开发人员可以在初始测试结果出来后 更快地更改胎面设计 接下来他们在销声室内进行测试 这里的墙壁不会反射声音 可以在实验室中人工创建与真实环境非常接近的条件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完美的轮胎尽可能变得安静 这个试试含有一个速度距离 从150到20kmh 车的速度是显示在这里的摄像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摄像的摄像 一个在一旁的车路线 一个在一旁的车路线 尽可能安静地滚动 开发人员通常让胎面花纹块与滚动方向 乘一个角度 在意大利都林贝奈利的超级工厂里 每个轮胎都会被编织进一公里多的金属线 它的作用是提高轮胎的稳定性 特别是在最极端的环境下 钢带位于胎面层和盖层的正下方 两层相互叠加 使金属纤维呈大约30度角 形成所谓的子五线轮胎 这是轮胎发展的里程碑 钢丝上度有黄铜以防止生锈 并有助于将其与橡胶粘合 汽车轮胎必须承受很多粗暴虐待 制造团队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磨损 即使在进行极端驾驶操作时也是如此 滚动阻力又是如何降低的呢 钢带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为了使钢丝连线与轮胎的其余部分 适当地粘合在一起 必须先涂上橡胶 一切都是由这种机器自动完成 它是一种由几个加热的钢滚组成的机器 它们可以确保组件正确地融合在一起 接下来必须按一定长度进行切割 正确的切割是至关重要的 它应该有一定的角度 这样成品轮胎中的纤维 就会垂直于轮胎的运动方向 这是钢带承受高速运动所必须的 类似的工艺用于制造轮胎内部的织物和橡胶复合材料 这也为轮胎提供了稳定性 所有这些都是不断研究的结果 在140公里外的米兰开发部 原型轮胎必须能承受高达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和超过100摄氏度的温度 皮耶·罗米萨尼是负责研发的高级副总裁 他已经为贝奈利工作了30年 他和他的团队专门负责每一项创新 轮胎的侧壁上标有轮胎尺寸 以及构造类型缩写和推荐的速度类别 一些汽车制造商会为其车型量身定制轮胎 无论是赛道还是公路 开发人员必须调整轮胎尺寸以配合汽车的开发 所谓的平坦轨道测试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实现 在其150年的历史中 贝奈利在测试跑道上测试并优化了所有轮胎 如今这种室内测试可以节省时间并有更加准确的结果 计算机会实时地使用几乎所有的测试分析数据 来创建一个虚拟轮胎 就好像轮胎真的在测试跑道上一样 这大大缩短了开发时间 该团队利用这一技术开发通用型轮胎 以及专门为汽车制造商最新车型定制的定制产品 皮耶罗和他的开发团队 同时已经在研究未来的轮胎 比如一个可以通信的智能轮胎 这种轮胎可以收集自身实时状况信息 这是贝奈利成立时无法想象的进步 在1872年 佐瓦尼巴蒂斯塔贝奈利建立了一家橡胶厂 生产电报电缆和自行车轮胎 直到1901年开始生产汽车轮胎 6年后首次涉足汽车运动 如今贝奈利是各种赛车系列的独家轮胎供应商 包括世界上最严格的赛车测试 一级方程式赛车 在这里橡胶化合物常常决定着胜负 要想制造出超级耐磨和静音的汽车轮胎 只有将所有部件相互完美互补 在贝奈利的超级工厂里 滚筒机器周围包裹着一层密封橡胶 该橡胶密封层可完成前内胎的工作 接下来是胎体也是轮胎的支撑结构 它是由橡胶纺织纤维组成 胎圈能确保轮胎牢固的固定在轮网上 侧臂由柔性橡胶制成以提高乘坐舒适性 另一台机器使用两条钢带 确保稳固和保护 外面是胎面 胎面花纹和组成决定了抓地力 耐磨性和滚动阻力的水平 在最后一步中 轮胎的内部和外部零件被融合在一起 制造过程中首先将橡胶密封层放在滚筒上 然后是胎体 胎圈和胎壁组成了轮胎的基本结构 同时机器另一部分连接两根钢带 用尼龙包裹钢带增强了稳定性 现在钢带和胎体要进行结合 此时是看起来和普通轮胎无异的绿胎 但它没有胎面花纹也没有弹性而且不耐用 工人将最终条形码贴上 之后是硫化 橡胶和绿胎将结合成完整的毗磷轮胎 要融合所有部件 温度超过150度压强超过158 现在光滑的橡胶变成独特的胎面花纹 接下来全部的流程只剩下最后的检查工作 和其他车间一样 工人必须维持严格的质量标准 流程很相似 首先是视觉和触觉检查 要特别注意内部要与轮圈完美结合 工人要刮掉甚至是最小块的多余橡胶 并测试轮胎内部确保胎体部件位置准确 只有质检员说合格后 这个高技术轮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 被耐力皮零系列轮胎的直径和宽度 要精确到毫米 X光机将检查内部金属结构 它能显示出任何缺陷 这叫成像检查 接下来轮胎要接受最后的检查了 这台机器要对轮胎进行多阶段测试 例如检查生产过程中是否出现不平衡 否则不仅会对其操纵特性产生负面影响 而且还会导致胎面磨损不均 最后阶段就是在测试跑道上进行测试 地点在维佐拉距离米兰马尔彭萨机场4公里 这里有一条潮湿的试车跑道叫坎波试验场 占地25万平方米于1971年开放 首先工作人员将轮胎安装在保时捷911上 因保时捷是第一个向贝奈利订购定制轮胎的制造商 马蒂亚已经在贝奈利做了两年半的试车员 开发商们都相信她的判断 她驾驶跑车从干燥的道路直接进入潮湿的试车跑道 很快她加速到每小时200公里左右 每年在维佐拉实验场进行的试驾达到了5000次 到此看起来该轮胎在潮湿的地面上表现不错 现在由工作人员检查第一次测试运行 是否留下了磨损的痕迹 如果胎面钩槽不完美 胎面花纹必须进行微调 现在试驾员马蒂亚在车上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 户外测试经理恩里科在安装转速表 它在这种风格 Итак 实际上看起来 非常简单的器材 这里是一个感觉振动员 那数字的车车是绝合到什么时候 选速上的时间 越大量的量 越大越重 越多越轻轻轻轻轻轻轻 因此就我们能够 马蒂亚驾驶跑车开向150米长 水深9毫米的试验盘 为了尽可能多的与路面接触 轮胎必须通过沟槽排出积水 复杂的胎面设计提供了最大抓地力 接下来马蒂亚和测试部门的负责人安德里亚 再次检查胎面花纹 再次强调司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每一个轮胎都承载着巨大的责任 现在他必须通过同样严格的轿车测试 回到意大利都林的生产基地 在整个过程中 轮胎在工厂内行驶了大约两公里 现在他们已经到达了中间仓库 很快就会被摆上货架征服全球的街道 多亏了所有工人的齐心协力 才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他们提出改进流程的想法 并参与未来新方案的制定 最终只有将一百多种成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才能制造出一个世界级的轮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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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